六节营区来受训 而今天就是他的节训日冷 非常受到外界最瞩目的 就是因为明道在下部队之前 是志愿选择要进入陆军一队 而他们呢当然都有相关的经验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到底明道为什么会做这一个选择 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要请简志豪告诉我们 好艺人明道呢 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半 正式结束围棋一个月的新讯 在放假前呢 特别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 证实了自己是自愿要加入 非常艰苦的陆军一队训练 觉得初训不过 害怕的真的不是外导 害怕的是面对你们吧 初训不过 不行啦 初训不过感觉有点 不会不会怎么样都会过 怎么样我都会想办法让自己 就是一定要合格 对一定要合格啊 我自愿到了一队 结果对不起林朝璋 你初训不合格哦 那听起来也太难受了吧 当初在选的时候 你自愿者就第一个站出来这样子 对啊 因为就是选 那 就大家可能一开始会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很辛苦 然后就会有点犹豫 那因为 因为我就想好了 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我就站起来 我也没有想别人 到底觉得怎么样 从明道的访问当中呢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明道是真的非常想要成为 一队的礼宾